3月20日,著名男演员方忠信、谭耀文等人在香港国际影视展览厅出席绿症电影一级指控的新闻发布会 该电影是两人相隔多年后再次合作的精彩呈现 在戏中均饰演一个有很强正义感的大律师 谭耀文爆料首次跟方哥哥合作时非常敬畏对方 觉得对方很酷又行 在片场根本不敢跟他说话聊天 但次对方成家后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隔了一段时间他结婚了生了孩子之后完全改变了另外一个人 又是另外一个夸题了 谢谢 对 他是平易近人的 还会帮我比如说这一次有一个假髮 他都很闲 他可能已经没有心理压力演示了 他都会管那个管那个这样 就谁都管 然后特别喜欢管我的头发 就是那天我食物多 每天搞我的假髮 可以弄一下别的事情 对 他特别好 他悉心特别暧昧的一个人 所以对跟他合作非常非常的开心 有趣的是两人的生日只间隔两天 分别是3月17日和3月19日 他们透露生日当天都是跟家人一起度过 至于生日礼物 方中信校园只收到女儿自己画的生日贺卡 里面也没有画什么东西 像例行公事那样 谭耀文则报自己生日当天收到家人的一份大惊喜 听完阿谭的分享 另一旁的方中信羡慕不已 这是一个自己画的那个生日卡 就是没有 每年的就这样子 就是画得不特别漂亮 就是好像怎么说 例行的公司一样 就是Happy Birthday 爸爸生日快乐 就是这样子 我英文名字的气球 Patrick 就是做背景 然后拿着气球去西餐厅 对 然后给我一惊喜 对 然后就这样 别说了 这部电影在上映的时候 大家就会有机会 看到很多很多一个 就是这么多的演员 飞飞娱乐 时日报道